2017年,关志玲接受了鲁玉的采访,由于她要过往的感情,经历饱受诟病,随鲁玉试探着询问她,第三者事件的细节,面对这样敏感的问题,一般人恐怕会遍而不谈,但关志玲却说,我没有主动就行,我挡不住别人为我做什么。 这意思岂不是说,只要自己不主动,哪怕对方有家事,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吗?三观属实有点歪。 随后,关志玲又表示,很后悔伤害到别人,不应该破坏人家的。 节目播出后,关志玲称后悔做小三的词条,迅速登上微博肉搜。 要说关志玲自身的条件,在上一代女星里算数一数二的,身边的追求者路易不绝, 就连《四大天王》中的刘德华和郭富城都曾对她表示过爱慕,却因高尔夫球事件成为全港笑柄。 也因为这两颗球,关志玲被曝终身不孕,至今单身一人。 然而最近却曝出,关志玲早有私生子,所以才会在小游戏里毫无顾忌。 而这个私生子,也在关志玲的帮助下飞黄腾达身价不菲,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呢? 年轻时代的关志玲,美貌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礼物,她从出生起就握得一副王炸好牌。 父母大明星,自己也是天生美貌,一出道,父母的资源都可以加之利用,重心捧月,心徒坦荡。 但是她偏偏认为拍戏时赚钱,维持生活的下下之举,总是想通过男人过上财富自由,衣食无忧的阔泰的生活。 上天也算是公平的,给了关志玲良好的家境,小好的面容,在她的感情方面就吝啬很多。 她大半辈子中两度嫁富豪都离了,还当过小三,可以说是情感之路无比坎坷。 关志玲出道一年后,做出一件震惊众人的事情,她要结婚了,对象是花明在外的富商王国精。 女儿相识在一次聚会上,当时被父母抛弃,独自在港的关志玲十分寂寞。 王国精看见关志玲的第一课,就疯狂迷恋上,对她展开追求。 她频繁到片场探望关志玲,对她关怀备至,甚至多次许下终生承诺。 远在台湾的父亲,得知关志玲结婚的消息后,气急败坏。 但与女儿见面后,两人却爆发激烈争吵。 情急之下,父亲威胁道, 你如果敢结婚,我就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她狠狠嘶吼道,我想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这个你不能给的家。 看着关志玲无情那样子,父亲绝望地拿起手边的刀子割向自己的手腕,试图以死相逼。 然而即便如此,关志玲仍旧居然出嫁。 这场注定悲剧的婚姻只维持了短暂的五个月, 而悲剧的根源在于关志玲对待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目的。 离婚后的关志玲开始走向自己曾经设定的完全不一样的路。 既然男人都爱她的美貌,那她就用美貌换取爱情和金钱。 她终日留恋在各种男人身边,享受他们的好。 1985年,有媒体爆出, 关志玲和富商马清伟正在恋爱,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主要是因为马清伟已经结婚了, 妻子正是演员陈美琪, 曾在新白娘子传奇里扮演小亲一角得以称名。 更关键的是,当时陈美琪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这篇报道已经发布, 立刻弄得满城风雨, 关志玲迅速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着事件的深入, 有记者爆料, 关志玲曾经给陈美琪打过逼宫电话, 妄言琪早晚会被老公甩了。 还有人说, 陈美琪因为她的屡次骚扰, 精神压力过大, 已经不幸流产, 并导致终生不孕。 面对汹汹名义, 关志玲第一次感到害怕, 她对一切传闻都极力否认, 随后还召开记者会进行澄清, 并当众写下, 我没有勾引马清伟几个大字, 以示清白。 最终这场三角恋, 以马清伟和陈美琪离婚告终。 此事过后, 关志玲对这段经历闭口不言, 直到多年之后, 参加今夜不设房时, 才吐露真心。 在节目中, 主持人黄詹意味深长地问她, 你会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吗? 关志玲答道, 有女朋友的我试过, 结过婚的我也试过, 我想做就去做, 没考虑那么多。 结过婚的, 自然是在指马轻微。 这个回答除了对曾经的绯闻 盖棺定论之外, 还能看出关志玲对感情的态度 已经发生转变, 相较于第一次婚姻时, 那毫无保留的信赖, 此时的她看待感情, 目光里已经多出了几分戏谑, 也许是多次失败的恋情, 让她重新想起童年时不堪回首的经历, 男人都是花心的七个大字, 再次萦绕心头。 关志玲想, 既然感情不可靠, 那为什么不干脆各取所需呢? 从这以后, 关志玲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出道多年后, 关志玲情史丰富, 所到之处无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 因此香港媒体经常用适量行凶形容关志玲, 意思是凭借相貌就能为所欲为, 不仅大众对她的美艳如痴如醉, 就连娱乐圈的众人也同样青睐有加。 导演陈嘉尚曾说过, 四几年轻时都不敢直接看关志玲, 只敢在摄影机里偷偷看。 1991年, 徐克拍摄《黄飞红》时, 片中有一个叫十三姨的角色, 她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志玲。 由于她的美太过惊艳, 为了避免喧名夺主, 徐克只好让关志玲素颜出镜。 即便如此, 关志玲仍凭借无与伦比的颜值优势, 塑造了演艺生涯最经典的荧幕形象, 也从此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女神。 同样是那一年, 张学友在香港举办第一次巡回演唱会, 关志玲作为神秘嘉宾助阵, 当张学友牵着她的手走上舞台时, 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只见关志玲身着粉裙, 面若桃花, 皮肤透亮, 气质优雅, 宛若仙女下凡, 惊艳众生。 试问, 像这样的一个可人, 哪个男士不想把他娶回家呢? 而媒体爆料的私生子, 也是在这段时间, 在这之后, 就是大家熟悉的戈尔夫球事件了。 1992年, 外号女星狙击手的刘兰雄正在跟李嘉宗热恋, 有一次去剧组探班时, 看到关志玲立刻心动不已, 为了追到女神, 刘兰雄大手一挥, 直接送上一套价值760万港币的豪宅, 看到对方出手阔绰, 奔着各取所需这理念的关志玲没有拒绝, 立刻投怀送抱。 当然, 这一举动引起了李嘉宗的不满, 双方善引了一场争锋吃醋的大战, 这个月媒体拍到刘兰雄和关志玲去了新加坡, 下个月, 李嘉宗就要刘兰雄带她去日本, 总之不甘落在下风, 眼见如此热闹, 刘兰雄的前妻保永勤也出来插了一脚, 称赞关小姐还是很斯文的, 言下之意, 自然是在贬低李嘉宗, 因为正是李嘉宗的介入, 才导致她和刘兰雄15年的婚姻走向末路, 但保永勤不知道, 关志玲所谓的斯文只不过是想通了而已, 她和李嘉宗争风吃醋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获取利益, 并不是真的对这段感情抱有多大期望, 多年之后李嘉宗在面对采访时, 表示自己当年曾经真的爱过刘兰雄, 而关志玲则对此绝口不提, 仿佛从未有过这件事, 几年之后喜心厌旧的刘兰雄, 又盯上了其他女星, 关志玲适时地选择了与其分手, 因为受到过刘兰雄的宠爱和利捧, 此时她已经从当年那个, 除了颜值别无一物的小明星, 变成坐拥数套豪宅, 身价过亿的娱乐圈女王, 她终于有了足够的实力, 不需要再依附任何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私生子也被媒体挖了出来, 有媒体称, 摩扇尔太子爷陈薄熙是关志玲的私生子, 1987年出生的陈薄熙, 现在是香港高级时装品牌, 牧师国际集团的形象总监, 拥有伦敦艺术大学时装管理学士学位, 在2009年5月加入集团, 负责管理集团旗下多个品牌的设计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 她除了跟赌王女儿何超英属落外, 也是领先儿及著名女星范冰冰的好友, 之前关志玲自家的品牌在台湾举行派对, 好友陈薄熙就专程飞到台湾捧场, 而陈薄熙在香港举行活动时, 关志玲也前去捧场, 二人的友情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陈薄熙就此事首次公开回应, 她觉得很好笑, 并说道, 可能他们没见过我的父母, 不知道我跟父母的样貌有多相似, 其实我三岁开始就和关志玲是邻居, 当时不认识对方, 只听母亲说有个香港大美人住在楼上, 也觉得和她十分有缘, 俩年纪与母子相符, 面容相似, 而且关系很不一般, 所以才会传出这个谣言, 而事实的真相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了,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他们俩人的关系真的很铁, 2001年进入新世纪后, 39岁的关志玲变换口味, 恋上比自己小八岁的模特黄佳诺, 媒体问询后纷纷赶来, 称关志玲老牛吃嫩草, 关志玲包养男友等等, 面对外界的指指点点, 关志玲不为所动, 甚至在节目上表示, 既然男人都是花心的, 那还不如找好看的帅的, 随后他又在拍摄电影《做头》期间, 与霍建华传出一段绯闻, 就在众人忍不住为他的帅真摇旗纳喊时, 他却突然断了跟小鲜肉弟弟的关系, 投入了富商陈泰明的怀抱, 回顾关志玲的前半生并非那么光彩, 两婚两离,坐实小三身份, 从《亿万富翁》到小鲜肉, 谈过很多恋爱, 十几任男友的财富都能排一个福布斯榜了, 但如此这样, 却始终看不到一个有安全感的关志玲, 好在被爱伤透了之后, 关志玲开始把人生聚焦在自己身上, 他深知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靠不住, 于是他开始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 谁都想不到, 当初要等男人来拯救自己的关志玲, 摇身一变商界女强人, 创立了自己的美容和服装品牌, 如今已经58岁的他不婚不遇, 依然单身, 虽然偶尔被媒体传出和小鲜肉有暧昧关系, 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做一个中年单身贵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